奔驼力池中的通道看着遐想 进去后却又是一方天地 四壁是陡峭的山石 一池壁水做了苍穹 天光隔了池水投射下来 只与几个浅淡的光斑在山石上虚弱的晃动 脚下是一片黑暗 细看时 黑暗中似有暗潮涌动 却是厚厚的灼溪 如海上的波涛般 一呼而排成奔涌的潮水 一呼而又做了细小的浪花 东华浮在半空 见四周空无余人 便知另有技巧 既见了浊熙 他心头已有了些预感 婴儿也不出声 只待幕后之人出现 果不其然 一个熟悉的声音自身后响起 又见面了 东华 这次是隔了多久 五百年 六百年 苗络的身形缓缓浮现 仍是一贯的妖邪入骨 烟红的衣袍随意地挂在肩上 半路 他漫不经心地扭着腰枝 勾着舌头舔了舔红如滴血的唇角 手指微张 兼而长的指甲间出现了一个结界 这个妖力结成的红色结界里 一个小小的人影安静地躺着 浅蓝色小袍子皱皱巴巴 有几处被硬物划开的小口子 手腕 脚踝处缠着些水草 粉嫩的小脸上双目紧闭 近视滚滚 一见之下 东华血脉斑张 怒喝道 你把他怎么了 这是你家的小崽子吧 不用紧张 他只是睡着了 渺落一脸得意地拨动那个结界 本想找那个与我的血泪一同孕育的女娃 没想到却收了个小崽子 真是有缘呐 你胆子不小 居然敢到九重天来撒野 东华见眉一树 紧握了苍合剑 剑锋直指 把他给我 否则你休想我上罢甘休 渺落道也不急 他哈哈笑了两声 轻蔑道 九重天 我原本是不敢来的 谁知机缘巧合之下来了 再一看 嘖嘖嘖 天族也不过如此 他甩甩手中红灵 直指下方的灼溪 斜腻着东华 你不会以为这三毒灼溪是我带来的吧 告诉你 九重天上可不止一处哦 可 尊贵的天族 见东华素着脸不说话 他又继续道 这六戒之中 哪里没有灼溪 东华 你又何苦盯着我一个 你造了那妙议会 明镜虽困了我几回 可哪次我不是又回来了 东华 你非那力气做什么 你没发现灼溪汇聚的速度 越来越快了吗 说不定哪天你语话了 我还是能回来 到时还有谁能拦我 哼 狂妄 等你从我剑下活过再说 东华不与他废话 身形一闪 提剑向前直刺 做一句怀中抱怨 又一记乌云盖顶 电光石火箭已过了三招 二人各自回转 又是一阵剑林交锋 蒸蒸作响 他们你来我往叮叮当当 过了几十招 倒是谁也没占了便宜去 渺落虽强 东华剑术也不差 即便如今修为不济 也不是渺落能拿下的 而苍和虽利 要想批断渺落以灼溪 加持的红灵雀也不易 更别说要突破红灵直取 渺落身后被结界裹着的滚滚了 如此 渺落眼珠一转 倒是换了攻势 他舍得红灵在东华左右牵扯缠绕 一味扰了仓河的攻势 自己一边躲闪 见识一边嘻嘻笑着 从东华镜旁划过 东华 我知道你有伤在身 今时今日你打不过我 他拿涂着扣单的肩长指甲 撩拨着东华甩过的发丝 我们认识了那么久 倒是舍不得你 我可以不要女儿子 不如 拿你来换 做梦 东华披过一箭 打断他痴痴的魅下 哦 做梦 渺落翻了灯红灵去 饶滚滚所在的姐姐 等我把这姐姐打破 你儿子就要落在灼溪中了 不知他可有你这么抗打 你敢 明知渺落已滚滚相邪 东华却不敢冒这个险 岁易了沧合去展纳 缠着滚滚的红灵 只是这么一来 自己前方却有了破绽 另两道红灵趁着机会急功上来 他左肢又吐之下 一招不顺被他移到红灵打在了肩头 他也不退 既知渺落是阳功 便索性一股作气将滚滚那处的威胁解决了 总要把滚滚夺回来才好谋后招 如此不管不顾的结果就是胸前又多了两道口子 好在总算如愿 渺落却不急着下杀手 只一位拿红灵来斗他 他突然停了攻势 好整以侠的一笑 东华 三读灼溪的滋味如何 他抬起右手 拧出一团灼溪 灼溪中裹着点点红光 物质流动翻滚 十分诡异 东华觉得今日的渺落有些奇怪 居然一副胜券在握的样子 他哪来的底气 他阳功滚滚的时候 东华猜到可能有诈 但他还是拼了全力把滚滚夺回来 他在等他有什么后招 此时 见渺落画出一团灼溪 他也不惧 仓和剑士一收 只待他发招 谁知渺落并未将灼溪当作武器抛来 倒是看着他慢慢收紧了根根白腻的手指 那团灼溪便似一团蓬松的毛球 稍微收束了些飘逸的毛发 紧了那么一点 东华刚生了一丝疑惑 突然觉得胸口也是被什么钻住了 他呼吸乱了一瞬 渺落已然察觉 他呵呵笑着 又把手上的力道加大了些 那团灼溪被钻得凝实许多 东华心头狂跳 他的半心如有感应般猛的一景 骤然缩成一团 一阵气血翻涌 那边箱还未曾放过 索性将灼溪丝面团样揉弄起来 搓圆捏扁又来回撕扯 那团裹着红光的灼溪忽而散已 忽而凝聚 红光忽视忽须 忽近忽动 东华只觉胸口似被罩 在细针枝旧的网里来回摔打 全身经外鼓胀 汗如将出 眼前却是惊心一片 阵阵发暗 你 做 了 神 呢 他一子一顿地贺问 三毒灼溪啊 苗络角柔地里里细长的鬓角 妙艺会明镜中你不是都看到了 东华 你既亲来探查 总要留些东西给你 怎样 如今滋味可好受 他说着 手中又是发力一钻 东华没想到再妙艺会明镜中 还是被他钻了空子 趁着自己进化 灼溪厚力不计时 在半心上埋了种子 到此时才来发作 他握紧了拳头 咬住牙关 默默吞下勇至喉尖的心田 又要破了舌尖来换一丝清醒 见东华隐忍着不肯倒下 秒落故意凑到他耳边说 你是不是很想知道我怎么做到的 也不带东华回应 他就自顾自打倒 没想到啊 没想到 你这九天尊神原来也有杂念 东华 如今这三毒浊西里可有你的份约 要不是你 我怎么上得了九重天 怎么瞒得了太成功中众人 要不是你 我怎么抓得住这小崽子 他越说越兴奋 爆发出一阵大笑 又在得意洋洋道 不幸 让你瞧瞧也无妨 随着他红铃朝空中一挥 东华眼前一花 突然出现一连串画面 他坐在紫荆座上接了盆举苏摩花 分驼立池边他递过一盏硕大的瓷壶 成天台上他兜头照下一袭紫袍 青云殿中迎着淡笑伸出的手 宝月光燃中他往云并中插了一枝簪花 他神情气爽将一方雪白罗帕别在腰间找人打架 他啼笑皆非拧了毛巾替人擦鼻涕眼泪 他举重若轻执着一只手舞出纷飞的见光 他悠然自得欺了茶桥人在雪庄上练功 他义无反顾卸了法力入境寻人 不知是否因为被心头围绕的浊息所扰 他不由自主地陷入了过往的回忆 每一帧画面里凤九或称或喜的脸主导了他的情绪 他的小白 他与小白初始投去 进而温暖 剑刺忧心 然后悲怯 当画面终于停在琉璃阁中 他注视着凤九离开的纳木 满心离愁又强自压抑的愤懵已让他沉至谷底 他仿佛又回到那个身心破败 荒芜一片地过去 看不到前路 抓不到未来 他想要与小白一处 想要与他白头偕老 却把大婚错过 为什么 他与小白兜兜转转了两百年 差一点就是永久的措施 为什么 即便能归来 他与混沌中守着一点神石 连着九日每日受那八十一道旋雷 为什么 他与小白才将将过了百年的日子 却又要为妙议会明镜与三毒浊息奔走 又是为什么 愿对一点点从暗处升起 将他孱弱得心又刺得生疼 因着心情激荡 一串吃金血终事从唇角低落 渺落还在耳边蛊惑的低欲 哼吧 这天道从来就不公 你是东华帝君又如何 还不是天道的棋子 无缘的还是无缘 凭什么你要比别人承受更多的苦痛 凭什么你不能得到别人拥有的幸福 他略带着沙哑的嗓音含着诅咒般的魔力 似乎靠着言语就能将人捆覆 东华觉得内心燃起一片燥热 灵台不慎清明 一时记得自己与凤酒团聚 又得了滚滚的美好 一时却如隔着重重为目 怎么也撕脱不开 他漠得想起曾经眷恋的回眸 无望的嘶吼 沉重的告别 他忍耐着闭了闭眼 在睁开时眸中突有红光闪了几闪 渺落见状 更是狂喜 就是这样 东华 怨愤吧 狂怒吧 你该得到更好的 他又忍不住舔了舔嘴角 叹道 这就是东华帝君的执念啊 真是美味 东华艰难地维持着身体的平衡 他还记得自己在做什么 从进入这个节界开始 他觉得四过了百千年 一边是心脏被蹂躏得几乎要爆裂痛楚 一边却是灼烧的魔性 蠢蠢欲动想要出来补胃 两相交锋之下 把他折磨得更是昏尘 渺落的法术尚未停歇 他眼前仍有红铃的残影 凤酒痛苦失望后独自流落凡事 他孤零零一人在凡事挣扎生产 三九严寒中苍白着脸 与孩子蜷缩于床榻一角 这些未曾倾间却有如此真切的画面 让东华疼得弯下了腰 他捂着胸口深深喘着气 阴色的发丝垂落下来 遮住了眼中灵灭不定的红光 他知道哪里不对 却又放不下那些萦绕于心术百年的念头 他不过是想让小白幸福 可这些都是 都是为什么 东华眼在袖口下的手紧紧握了拳 指甲掐进了肉里 一片湿滑从掌心泛开 然而这微弱的痛意与内力纠结而生的碾压相比 只如杯水车心 他晃了晃后退了一步 手指碰触到了什么 掌下传来一片凉意 他有刹那的恍神 冰天雪地里 从远处呼吱呼吱跑来一只小小的狐狸 一串小巧的爪印像朵朵白眉开在鸡血上 小狐狸停在脚边 围着他绕了个圈 养着毛茸茸的小脑袋 清凌凌的眼珠专注地盯着他 竟是只银色的九尾狐 他不说话 不知是不会说话还是不能说话 只拿尖尖的小嘴来拽他的衣角 他不由自主随着小狐狸向前走去 小狐狸在前面欢蹦乱跳 却又眷恋地绕在他左右 时时转回来对他叫几声 再摇头晃脑地往前去 不远处的山坡上 一只稍大些的红狐狸晃悠着身后 如雀鱼开瓶般的九根尾巴迎了过来 先将小狐狸叼到背上 又凑到他手边来舔舔蹭蹭 火红色皮毛还是一贯的柔软风盈 身后是一幅暖阳下吹烟鸟鸟的图景 小白 滚滚 渺络对当下的局面甚为满意 他从未想过有一天竟能把东华困在自己的结界里 如今他伤势未愈 又扯了自己的道 还陷入了心魔 正是自己收割果实的好时机 他得意地欣赏了一番东华困于自己之手 苟延残喘的模样 又其上身去行那蛊惑威胁之事 东华 不如你我合作 以我们的实力 当可称霸天下 到时 想要什么没有 你家小崽子 他还带在说 却被一把闪着寒光的清风深深扎进了胸口 惊诧之余抬眼看去 正是东华的苍和剑 渺络竟是不敢相信 如此形状下自己还会失手 你 你是怎么清醒的 他捂着伤口 咆哮着使了所有力气操控红灵疯狂攻击 废话太多 东华心之虽偷袭了苗洛 到底不能一招置身 恐他伤己滚滚 先将那结界护了个言识 又趁着苗洛乱了心神 不管心中如何难熬 据了所剩修为将仓和剑化作一道流光 再狠狠地朝他刺去 苗洛躲了两分 终被仓和一剑钉在肩上 他发狠将那团能操控东华的灼膝捏成碎片 东华一个亮呛 一口赤筋血喷涌而出 二人聚事强怒之末 各自喘息着等待下一个时机 苗洛从仓和下震出尖头 咬牙恨恨道 东华 你别得意 今日谁胜谁负尚未可知 他使了个声灯击西的法子 洋装更向滚滚 实则调动全身腰力施展最后一击 要与东华同归于尽 建东华果然挡在滚滚前面 他心头一喜 谁知鞋子里冒出一柄剑 直插他心口 一道清月女生大贺 你做梦 口蜅